现在我们表演即将开始 那麻烦各位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是不是都关到静音的装置 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张曼娟小姐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华新闻文化中心 参加我们2011台湾乐的系列活动 今天晚上肯定很精彩 因为我们要敲击世界的心跳 邀请你一起进入台湾节奏国度 首先外面在下雨对不对 下雨天你们还来 先把掌声给自己 哇 这太厉害了 这就表示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 无法改变我们对于艺术跟音乐的热情 对吗 好 接下来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台湾乐的系列活动 其实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比方说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的朋友们 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我们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赞助者 就是亚洲联合财务的行政总裁张炳黄先生 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非常感谢 谢谢对于我们艺术文化活动的支持跟赞助 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有没有带酒来 没有带酒来 那么你今天就会感受到一种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 昨天晚上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现场已经完全陷入一种酒醉的疯狂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全体站起来狂跳 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人没有喝酒 你觉得他们一定醉得很厉害 所以今天恭喜大家 我们又再次来体验这么棒的乐团 为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演奏 让你不喝酒都狂醉 非常的快乐 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演出者 他是在我们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鼓手 我觉得听过他的演奏之后 我说他是我心目中的鼓王 他的名字叫做李守信 我们都称他为小白老师 小白老师 2001到2003年的时候 曾经为王菲的巡回世界的演出 担任鼓手 从此之后呢 他帮好多重要的歌手 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都担任非常重要的鼓手 这样的一个角色 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阿妹 张慧妹 余晨庆 哈林 还有王力宏这个帅哥都少不了他 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他 以及他非常杰出的乐团 来到我们光华新闻文化中心 为我们带来一场不可思议的演出 好 到这里我要赶快下台了 因为通常我这种人最讨人厌 什么都不会 又不会打鼓 又不会唱歌 什么都不会还在这里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很烦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白老师 欢迎他们的演出 OK 谢谢 非常谢谢张文娟 张主任 还有光华文化中心的邀请 然后来台湾乐 然后做这一系列的演出中的一个表演 那非常高兴 那其实我也不需要多说话 我只要大概的介绍 我们第一首歌曲呢 是由我们共同改编 将台湾的一个民谣 在台湾南部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民谣 叫做六月茉莉 有没有听过六月茉莉 对 然后我们可以请Roberto 我们吉他手来弹一下六月茉莉 Can you play the melody about the June Jasmine 有没有印象呢 但是呢 我们把六月茉莉带到非洲了 我们用非洲的节奏来呈现六月茉莉 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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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